你肯定没见过拿着这么小的枪在战斗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小枪血战 这是一个三人守卫的防区 我们的狙击手迈克收到女友寄给他的快递 里面是一部新款手机和一封分手信 原来女友在家寂寞难耐 把他给绿了 一旁的小帅以为是定情信物 满眼的羡慕嫉妒恨 迈克说我都被我媳妇绿了 你羡慕个屁啊 这时队长通过望远镜观察到有敌情 前方一辆军卡正急迟而来 他们立马进入战斗状态迅速升起路障 警告无效 队长果断下令开火 他们纷纷掏出身上的武器 瞄准 射击 一气呵成 无奈他们的枪太小了 很难对卡车造成伤害 卡车更是横冲直撞 突破防线直奔他们而来 队长见情况不对 下令撤退 但迈克说他要留下来断后 让队友们先走 可能是受不了女朋友的背叛 让迈克心如死灰 决定承担保护队友的责任 这时敌军卡车也冲了过来 我的妈呀 就只有玩具车这么大 一只手就可以捏碎的东西 你们居然打了这么久 可谁都没想到 卡车上竟然有一颗定时炸弹 迈克也懵逼了 第一 卡车瞬间引爆 迈克也倒下了 战友还没反应过来 第二波敌人已经来袭 队长和小帅再次进入战斗状态 队长的子弹很快就打完了 小帅说我有 来 接住 可能是弹夹太小 队长没能接住 掉进土里就找不到了 这时一名敌人手拿迷你军刀就冲了上来 表示今二个 我就给你小刀赤屁股 开开眼 小帅被压倒在地 眼看就要领盒饭了 好巧不巧 队长摸到了弹夹 便送敌人见了上帝 脱离险境 两人刚要松一口气 第三波迷你炸弹人又冲了过来 好家伙 你这是玩植物大战僵尸啊 小帅便捡起迈克的狙击枪 弹无虚发 那是一枪一个 当还剩最后一个炸弹人时 没子弹呢 这下他们两个慌了 但队长没有放弃 他早打了电话 希望拨通电话让迷你炸弹人自爆 想不到居然成功了 而就在队长和小帅庆祝时 迈克竟然站了起来 原来他并没有被炸死 这波躺赢 简直不要太爽 这时总部派出的援兵也赶了过来 迈克立马装逼表示 兄弟 你来晚了 敌人已经被我们灭光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这是一部短片 但是脑洞大开 这种兵拿着迷你枪 这反差也是够搞笑的 还有这战斗特效也很不错 值得一看 好了 如果你喜欢古后的解说 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